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该剧完全就是打着反特剧的名义来谈恋爱 还是最为狗血的三角恋 与其这样还不如从一开始就写一个言情剧本 又何必多此一举加一个反特的大环境 别看该剧有丁永黛 孔林等老戏谷的作战 依旧是无法挽救男女主角拉垮的演技 真的是一堆王者带了两个青铜 隔着屏幕都想心疼老戏谷几秒钟 光是彭小染这张脸就能让观众们给该剧打一个最低分 比起东宫区小峰的活泡灵动彭小染完全是乱了一张脸 假的连观众们都看不下去 沃洞百出的剧情 画梅这部剧简直是把反特剧的坑都踩了个遍 连最起码的剧情逻辑都讲不通 可见整个故事有多么的离谱荒唐 季丹阳作为一名科技人才返回国内 这应该是头等大事 公安局当务之急就应该做好相关安慰的部署 以防心怀不轨之人有机可乘 但是剧中公安局的部署实在是潦草的走走形式 就连对周围的环境都没有提前做好勘察 这半是效率不出是才怪了 总不能因为要营造出紧张刺激的氛围 就这样毫无事实依据 就算是做样子也该稍微的意思一下 让观众们觉得整个剧情合理一些 一方已经是开火设计的状态 可所有人依然是原地不动 就连最起码的撤退指令都没下发 如果季丹阳不是男主角的话 早就被敌人当成了火把子 最离谱的事实到临头 季丹阳还有心思关心庞红梅 这要谈恋爱也该分一下考场吧 都已经到危机关头的时刻 还不忘秀一下恩爱 编剧的脑子真的是瓦特了 才能写出如此不着调的剧本 而剧中为了能够凸显出庞红梅的女主角光环 更是将所有深入探查的镜头都给到她 就好像公安局除了她没有别人一般 凭借着她一个人的力量就能护几丹阳周全 唐红梅胳膊上的伤口更是时有时无 拜托导演用点信 这么明显的穿帮镜头都看不到 不仅如此 旁红梅带着几丹阳外出采购的时候 在发现敌方的特务时 旁红梅二话不说 抛下了几丹阳独自前往 完全没有考虑是否是掉虎离山之计 最让观众没意外的是 唐红梅抓特务的期间 季丹阳竟然救下了一个孩子 这到底是什么毫无逻辑的剧情 显得敌方特务跟梅脑子一样 看见季丹阳一个人落单 不说实行抓捕反而是没了音讯 季丹阳被女特务带走的时候 唐红梅就和开了天眼一般 直接就杀到了季丹阳所在的房间 就算是神剧也不敢写出这样夸张的剧情 当双方在走廊相逢的时候 此时的季丹阳早就是热锅上的马蚁 可唐红梅竟然是满脑子空白 连最起码的后续计划都没有 最后还是靠着季丹阳集中生智才化现为宜 而在唐红梅和季丹阳通过关口的时候 一群人竟然是毫无反应 看着两个人大摇大摆走了出去 直到女特务前来提醒才想起要追 这样疏忽的办事效率还有资格说当特务 就连最起码的遇到陌生人勘察的技巧都没有 这群特务能毕业也是一个奇迹 白会给季丹阳送药的时候 彭红梅却是固执地非要进行化验 就算白会是一个反派 也不会傻到在光天化日之下给对方下扬 这完全就是多此一举的行为 彭祥然引起争议 东宫以后的彭祥然再也没有一个出圈的角色 春归梦里人里的彭祥然演技更是烂得一塌糊涂 不管何时何地 彭祥然都要装成一个天真烂漫的模样 但彭祥然的演技实在是过于夸张 直接给女主角演成了不太聪明的样子 本想着彭祥然能靠招蝶战剧一雪前耻 可没想到彭祥然的演技实在是难堪重任 原本就岌岌可危的口碑更是直接雪上加霜 陶红梅一出场就引起了观众们的一致吐槽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怎么会有一个女公安天天穿着紧身服装到处晃摇 不知道的还以为彭祥梅是敌方的特务 刻意穿着性感的衣服来勾引专家 为了展现自己的身材就不顾剧情的是佩度 观众们根本就不是奔着来看女演员身材来的 这连最起码的年代感都做不到 更别提能看到剧情的过人之处 镜头给到彭祥然正脸的时候简直是惊为天人 观众们差点都没认出来 彭小冉的脸真的是做到了剧抛脸 彭小冉的整个脸精致得像一个雌娃娃 美颜绿镜更是直接开到底连毛孔都看不见 然而这根本就不是有像剧 根本不需要如此精致的一张脸 彭小冉的身上根本就没有作为女公安的气质 反倒是像一个不安适适的大小姐 原本是一场剑拔弩张的戏份 这也正是彭小冉展现自己演技的高光时刻 但是原谅彭小冉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台词干巴巴的毫无任何感情的味道 不知道的还以为这些人是在举着武器进行闲聊 一点针锋相对的感觉都没有 腰视的镜头不愧是位照妖镜 彭小冉的脸一看就是做过衣美的样子 整张脸和现在的网红根本就没有什么区别 一点辨识度都没有 在特写镜头中彭小冉的苹果肌更是高高的怂起 就像打了固定戏一般停在脸上不动弹 彭小冉更是连最基本的表情管理都做不到 笑笔哭还要难看 第一次在反特剧中看到如此前卫的女主角 彭小冉完全是成为了整部剧的败笔所在时 在担不起女主角的重任 奉劝彭小冉还是别来祸祸地占据 专心在自己的舒适区中演偶像剧即可 留学一由头满面 别的剧集中受重视的人会绝对是低调到尘埃里 生怕被特务一个不小心盯上 季丹阳倒好反其道而行之 恨不得变成整条街上最亮的仔 就怕特务不能在人群中认出他来 季丹阳作为一名技术性人才连最基本的介绍都没有 就风风光光地回国开始了反特之路 就算季丹阳在国外受的是开放型的教育 也不至于天天发辣不厉头 短短四季的时候季丹阳就换了四套服装 这频率和参加走秀又有什么区别 不仅如此季丹阳的整个妆容可以用奶油小声来形容 粉底恨不得将所有的毛孔都遮住 就连口红都要配一个全套 季丹阳身上一点阳刚之气都没有 这妆容完全就是按照偶像剧来准备的 一路上危险重重渴着的季丹阳来说 完全就是不放在心上 每天就是到处无所事事的闲逛 就怕特务们发现不了他的踪迹 这完全就是为别人增加工作量 四季的时间聚集连季丹阳到底是做什么的都没有体现 就是单纯地算出了炸弹超标而已 季丹连最基本的人设都立不住 画媒这部剧完全就是央视看走了眼 空有央视金牌的加持也无法获得观众们的认可 该剧完全是刷新了观众们的下线 从来没有看到如此离谱的反特剧 就差把我是主角写在脑门上让大家进行观赏 虽然说短短四季的时间矛盾频出 但整体就和国家家一般毫无叠战剧的氛围感 日常也是一些琐碎的小事 这完全就不是叠战剧该有的打开方式 从四季就可以看得出来 该剧完全是走偶像剧的路线 就算环境多么的恶劣 也无法阻止男女主角情笔尖间的情投意合 而刘学义和彭小冉的妆容更是让观众们频频出戏 瞬间理解了该剧名字的含义 每个演员管他整体形象如何 眉毛一定要画得一丝不苟生怕没有对应到题目 彭小冉的硅胶脸更是让观众们不忍之事 整招脸假的就和机器人一般连最起码的情绪表达都做不到 一没有风险 整容需谨慎 一旦走上一美的道路就是将自己的前途置于一个不稳定的因素中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仅在娱乐明星 敬请关注哦